左边起针 勾12个辫子针 12个辫子针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勾第一圈 勾针插入倒数第二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那这个针目呢是手针目 作为拐角针目 接下来我们勾边 勾9个短针 1 2 3 4 5 6 7 8 9 勾完9个针目之后 剩最后一个针目 最后一个针目呢是尾针目 也是拐角针目 我们在里面勾三个短针 1 2 2 接着 3 这样针到对面 接着我们与短针针目一一对应 镜向勾针 钩短针 同样是先钩九个短针 一 二 三 九 九个短针完成之后呢 来到最后一个针目 也就是最开始的那个针目 里面已经钩了一个短针了 我们在里面再钩 两个短针 一 二 凑成三个针目 接着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 引拔 拉紧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钩第二圈 先钩一个辫子 作为起离针 那第一个针目是拐角针目 我们在里面钩 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两个短针 接着来到边上面 连续钩九个短针 一 二 三 九 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到尾针目 拐角的三个针目 我们在里面分别钩 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钩两个短针 钩三次 一 二 三 三 这样拐角针目变成六个针目 接着来到边 继续连续钩九个针目 一 二 九 然后来到另外一侧 还剩两个针目 这个两个针目是拐角针目 我们在里面勾短针加针 也就是勾两个短针 再勾两次 与最开始的一字相加变成三次 接着 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 引拔拉紧 这边拐角六针 这边拐角也是六针 接下来我们勾第三圈 先勾一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然后 前两个针目是拐角针目 我们在里面按照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的方式 勾拐角 勾了一次 之后呢 就来到边上面的九针 连续勾九个短针 一 二 三 九 完成之后呢 来到这一侧的六个拐角针目 按照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的方式勾三次 这样勾了一次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勾了两次 再勾一次 再勾一次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三次 然后来到侧边 同样是连续勾九个短针 一 二 三 九 然后来到这一侧 四个拐角针目 同样按照 同样按照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的方式勾两次 一次 两次 与最开始的那一次相交 总共也是三次 接着就要引拔 但是呢 因为下一圈 我们要换线 所以呢 我这里退半针 拿出橙色 先打结 然后勾出 这样就换线了 接着 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 引拔 引拔的同时呢 要把线全部放在钩针上面 藏线 拉紧 这样第三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勾第四圈 先勾一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然后第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针目勾 一个中长针 第三个针目要勾夹针 那我们勾的是 中长针的夹针 前三个针目是拐角的针目 接着我们来到侧边 侧边呢 我们第一个针目里面勾 长针 然后呢 锁八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完成之后呢 找到这两根辫子 进行引拔 继继继续锁八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在同样的地方也是调这两根辫子 引拔 这是两根辫子 接着呢我们继续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再勾一个长针 那这个是边上的第一针 接着我们再连续勾七个长针 一便竭续一 二 三 三 二 D 三 七个长针加上最开始第一个针目勾了两个长针 那总共边已经勾了八个针目了 接下来第九个针目呢 我们同样是先勾一个长针 然后锁八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接着呢,调这两根辫子进行引拔 继续,锁八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在同一个地方也是调这两根辫子进行引拔 然后在同一个针目,也就是边上的第九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长针 那边就勾完了 接下来到侧边的九个针目,也就是拐角的九个针目 我们按照第一个针目勾一个中长针 第二个针目勾一个中长针 第三个针目要勾加针 那我们勾先勾一个中长针 然后呢,勾一个短针 加针 这个中长针勾了之后,勾的是一个短针 那这个针目同样是勾了两针 接下来还剩六个拐角的针目 我们要换线,所以我们先退半针 然后换成这个肤色线 继续按照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的方式勾两次 再勾了一次了 再勾一次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然后这个线长的差不多了 把它组剪断 接下来来到侧边九个针目 我们连续勾九个短针 一、二、九 然后呢,是拐角六个针目 同样按照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的方式勾两次 这是一次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然后呢,我们再线 这个长线 线勾过第一个针目 两根辨子 然后呢 外侧跟侧边的一个辨子 这样 好了 尝到这个 吃片的正中间就可以了 因为待会 要用 焦粘的 然后直接粘紧就可以了 然后剪 再一个脸型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勾这个辨子上面的蝴蝶结 环形起针 拉紧 接着呢,我们勾两个辨子 然后在环里面勾 两个长针 一 二 然后勾两个辨子 在环里面一拔 这样就完成了蝴蝶结的一半 接下来我们就重复这个过程 再勾一遍 两个辨子 两个长针 两个手针 然后 接着 断线 完成之后呢 我们拉动这根短的线 这样就收紧了 接着我们在 中间绕两圈 一 二 绕两圈之后呢 在背后 打个结 接着剪断多余的线 三头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往这里 再勾一个就可以了 两个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进行组装 这些都粘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缝嘴巴 取出一根红色的线 因为这个是四股线 我们只要两股 拆出两股 然后呢 穿过大头针 开始缝嘴巴 这样嘴巴就缝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反面打个结 那这个就做完了 最后呢 就把它组装到 组装这个是五厘米的水地夹 五十四毫米的布织布 把这个 这片粘到这个上面去 那粘好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另外呢 我还做了三个配色 这个黑红的 粉纸的 这个黄色的 这三个配色